使用就是你桌面上桌面上的瀏覽器的話 盡量不要使用IE瀏覽器 盡量使用這個Google瀏覽器 因為 所有的雲端我們暫時都是用那個Google的這一部分 所以請各位就是開這一個 用IE瀏覽器可能會有一些 問題發生 那個問題的話有時候也不知道哪邊的問題 因為他不同公司嘛 所以使用起來當然不流暢 建議各位 如果你比較不希望有什麼樣的狀況發生的話 那就使用那個Google瀏覽器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等一下也試試看 就是建立一個新的問卷 那問卷的問題 我想你不見得一定是 我是課前問卷 那你可以想一個其他的問卷 我想你身邊一定會有很多的問題 可能會需要 問答的 比如說跟民眾 也許跟同事之間 比如說當然也不見得一定是公務上 然後像這個部分的應用其實很廣泛 也許你們比如說要約出去玩好了 那一個部門 你就把它發給整個部門 所有人 請你回答 你要不要去 去 或不去 好 等等的 或者是說要去哪裡 也可以有一個 比如說 好幾個點 你們去統計 比如說我們想要去哪邊玩 你勾選一下 可以單選 也可以複選 然後最後一個 回 就是一個 結果出來 那你就方便比較好統計嘛 不然的話你有時候每次 問人家 問這個 問這個 每一個都 答案都不一樣 而且有的時候呢 他也不回答 你到底要不要去多少人 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統計人數 去 玩 去做 其他的 其實都沒有問題 OK 那可以想一下 那再來就是可以變更主題 做完之後的話 這邊有很多主題 你可以發現 我剛剛用過的像這個 什麼 生日貓咪啦 等等 我覺得這個 這些布景主題 其實是新的 之前沒有的 最近才把它放上去的 那再來就是什麼 查看 即時表單 所以會有三個 編輯 變更主題 查看即時表單 那查看即時表單之後 就可以 再把它縮短 成 你要的短網址 加QR 大概流程是這樣的 我想 固定的SOP 因為我每次做一個問卷 我剛剛講 不到五分鐘 可以把一個事情解決 就是要效率 不然有時候說真的 你的事永遠做不完 像我的個性是 Email也是一樣 我回答Email非常簡潔 有力 講重點 其他 沒有廢話 因為我也不 不喜歡 反正我就 盡量把時間留下來做應該做的事情 因為可能我的個性是比較喜歡 做我覺得有興趣 有 有趣的事情 所以當然 需要一點效率 OK 所以這裡的話 短網址 再來的話 最後還有一個部分 你做完這些之後 會需要知道說 到底 誰 留了資料在這上面 你要怎麼樣去看到結果 剛剛還有一個按鈕還沒看到 就是什麼 查看 這個回應 實際上 這個查看回應的部分 以往 其實說真的 像這個Google的表單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以往 如果你要設計像這樣的一個網頁 可以填資料 你必須要 去找工程師 外面的廠商 他幫你去做設計 才有辦法達到的 可是 Google把這個權力下放給每一個人 完全不需要寫任何一行程式 就可以達到 以往需要 花很多 可能要招標了 我想這個這個這個以前要做的是需要 好 但是現在不需要了 現在你只要懂得怎麼樣去用他就好了 他就可以幫 好 所以呢 我 我以前 我們都是要幫人家設計這些東西的 那自從有這個東西之後的話 連我自己都很懶得寫程式了 為什麼 都可以做 辦得到的 你為什麼要 要再花時間去寫程式 那最後的話 會有一個什麼 儲存資料 的一個資料 寫完網頁 然後呢後面會設計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 又很麻煩 為什麼因為你要架設伺服器 那網頁有個網頁伺服器 資料庫有個伺服器 然後呢又什麼什麼 反正光管這個主機 伺服器我就頭打了 所以後來有Google之後 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因為不用花錢 而且 他保證穩定 到目前為止我甚至覺得說他比我自己 去架設網站還來得穩定太多了 最重要一點 他還沒有跟我說過半毛錢 這個 這簡直是我覺得 無本生意 但是又很奇妙的 他這無本生意 都沒有收到半毛錢 可是他卻是全世界最賺錢的網路公司 這個邏輯 到目前為止 還是 一直在 想不透 就是他完全沒有收到你費用 但是呢 他又是全世界最大的 網路公司 而且他的市值即將要 快要超過Apple Apple是目前美國市值最高的公司 他跟Apple越來越接近了 慢慢要超過他了 這道理真的很奇妙 就像我YouTube 他提供給我的平台 讓學生看上課的影片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東西 都已經錄下來了 不過 沒辦法馬上傳上去了 也許 課後再傳上去 那 他提供了我的平台 那我也 也許我之前也試過就是 放了廣告上去 他不僅沒有收我半毛錢 還給我廣告費 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怎麼樣 就是說 可以 達到 大家又很喜歡用 可是又不用付任何費用 然後他又可以賺到錢 這很奇妙的一個邏輯 OK 那這是題外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查看 回應之後的話 上面不是有27個人 填的資料 那我查看回應之後的話 這27個就通通出來 那這裏面 其實就是 利用什麼 利用雲端的這個 試算表 這把 把他那個 關起來一下 這個這個隱藏起來好了 因為這有個個資的問題 OK 然後 這個資料就通通在上面 但是會有個問題 接下來 如果我要做後續的統計分析的話 怎麼做 其實基本上當然他剛剛有一個什麼 顯 有一個這個 表單裡面他有個顯示回應栽要 你可以再看剛剛的結果 那但是如果說你覺得剛剛的結果不滿意的話 你想要自己重新做過的話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可是在雲端上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試算表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希望統計 這個上面的入門有幾個人 進階有幾個人的話 那 那在 Excel裡面你可能比較熟 可是在那個Google上面你可能就變得不熟了 怎麼辦 沒有關係啊 在 這邊有一個檔案 下載格式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Excel了吧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不習慣也沒關係 像我是已經習慣了 我就直接在上面就可以做出來了 比如說我想要統計什麼 統計這個 入門跟進階有沒有 有多少人 那我可以怎麼樣在旁邊做 比如說在這裡 我想要知道 進階有幾個人 入門有幾個人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 這個函數 如果你要算幾個人的話 用哪個函數呢 抗承 抗承可以 可是抗承問題是要全部抗承 所以還要抗承衣服 對不對 有沒有跟我們用過抗承衣服 那這個抗承衣服 使用的方法非常簡單 好 就是說 順便Demo一下 那你除了在雲端上可以做之外 在Excel裡面也可以做 比如說第一個我要知道進階 有多少個人 對 第一個 插入函數 不過在Excel裡面有插入函數 但是在Google上面沒有 變成這樣 你要自己打 不過也還好啦 加個等號吧 對不對 Count C-O-U-N-T C-O-U 有沒有他也會出現嗎 Count有沒有 Count 有沒有看到 Count 有吧 對不對 你就給他點兩下 Count 差別就是自己要打 其他都一樣 那 再來的話 就是說 我要Count的什麼 我要計算幾個 對不對 幾個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說 我 這邊 的 他會告訴我們幾個 如果說有一些訊息 你不知道的話 有沒有 你可以用什麼 這邊還有一個 我記得有個問號 他有個提示 他可以怎麼樣 幫你 做一個提示 有沒有一個問號 下面不是有個提示 對不對 他提示 這個有點像那個在Excel裡面嘛 第一個 請你告訴我範圍 第二個給我條件 我就告訴你結果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範圍是指哪裡了 就上面的範圍嘛 第二個條件 就是指進階的 他就幫你計算 哎 這樣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反正 函數就這樣 你只要知道規則 你就會用了 不是死倍的喔 不是說我今天 Count的衣服 的公式怎麼下 不用死倍 用理解就好了 不用沒關係 那這裡 我們來試一下 第一個Count的衣服 範圍對不對 這可以關閉了 如果你不知道 可以把它關閉 這邊有個XX 好 再來 那範圍的話 直接給他 從上面 選第一個 再按SHIP的鍵 選最後一個 範圍是不是選到了 這個 油壓先放這裡一下 看一下 這個第一個 先給他 起始的值 有沒有 然後再按SHIP的鍵 去選結束的值 他自動就跑上去了 這個方法 跟在 ESALE裡面一樣 第2個按一個 兜點 按一個兜點 然後呢 放了給他了 第2個給條件 條件是什麼 條件就是這個 進階 對不對 給他了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在ESALE裡面有個打勾嗎 可是這裡沒有打勾 這裡打勾是 Enter 按一個Enter 好 有沒有算出來了 結果是幾個 9個 OK 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COUNT IF 範圍 幾個 就算出來了 OK 好 那入門怎麼算 公式 一不一樣 幾乎一樣 差哪裡 這個 D31 改成D多少 32 對不對 那所以有一個 簡單的方法 什麼 選取 Ctrl C 對不對 再移到哪裡呢 移到這裡 這邊的 Ctrl V 然後把什麼 把D31 改成D32 按個Enter 就出來了 對不對 OK 那如果說你要做統計圖表 也可以啊 把這兩個選起來 上面有什麼 插入 圖表 也可以統計了 雲端上 通通可以搞定 而且這些方法 在 iPad 在平板上 通通可以做到 不會有問題喔 而且還蠻順的 我也試過 因為有的時候說真的 外面實在找不到電腦的時候 怎麼辦 還要 還是要完成事情啊 所以用這個方法就OK了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COUNT IF的部分 那這個檔案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等一下再把它 upload上去 不過牽涉到 怎麼樣給各位檔案的問題 那這個檔案的話 如果說要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我可以利用這個地方 就是 下載格式 裡面把它下載成 Excel的格式 這個檔案就下載下來了 當然如果你不習慣 在雲端上 處理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你也可以直接 在下載之後 如果開啟Excel 那你會發現 剛剛 剛剛所有的一切 上面啟用編輯 所有的東西 通通 都放上來了 而且連公司都下來了 當然如果你要重新做 可不可以啊 你把它delete掉重做 OK 然後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檔 我等一下 把它名稱去掉好了 或者有一些地方把它去掉 再提供給各位好了 給各位當成練習的檔案 好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如何從 雲端上面 查看結果 可以看到結果 另外呢 也可以直接利用 就是雲端的試算表 做一點你要做的動作 都不會有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就是說 我剛剛有提過的 就是相關的 我在這個講義裡面 後面其實有一些 相關的說明 那這個檔案的話 是放在 我是放在這個 在白板上有寫這個網址 GO.GL 後面記得都大寫 追5 R 追74 那這個網址 其實就是我將來 要會 跟各位分享一些東西 那以往呢 如果你們要分享一些檔案 給別人的時候 其實非常麻煩 也許你用 隨身碟吧 不過隨身碟很 討厭的一點 就是說 他很容易中毒 應該 很多人應該遇過 隨身碟病毒吧 這個很討厭的 而且呢 之前我也遇過了 不過 像我 中 隨身碟病毒的第一個反應 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應該會覺得 這很麻煩 我第一個 中隨身碟病毒 我不是把它 先刪掉 我是先把它 保存起來 先把那個 隨身碟病毒先找到 然後先把它存起來 因為我要做研究 我要研究它 是怎麼去 去發作的 然後再想辦法把它解掉 就是這個部分 那所以呢 你會發現 隨身碟病毒真的很 不可靠 那這裡的話 我有把剛剛的那個 相關的問卷放這裡 另外呢 我們後面有幾個範本 包含就是說 附建一 這個是 那個 一文提供給我的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我們將來也是需要 有一些紙本的 但是這個紙本 我怎麼樣把它變成 類似像剛剛那個表單 然後 使用者 民眾可以比較方便去填寫 然後呢我們也可以做後續的 統計分析 這個有個範本 可以放在這上面給各位 那 等一下的話 我也把剛剛那個 那個練習檔 給各位了 除了這些練習檔之外 這邊有其他練習檔 不過可能跟各位的需求 不是那麼的 相同 但是也可以 把它做一個改變 OK 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那個問卷的部分 不一定完全跟我一樣 但是你可以自己填一些東西 自己填一些東西 了解一下 到底資料 幫我存在 什麼地方 上面 然後 我可以說 謝謝 你們好 謝謝 你們好 謝謝 你們好 謝謝